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讲高等教育的时候 大概最近你从那个比较 声量比较大 或者是在最近常常用的东西 做很多做keyword 我们在查 你们在做那个 甚至他们在做那个大数据 很多用keyword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最后都要一个 要告诉他们是keyword 会不会查资料 我很多的学生 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查不到资料 我就说你一定keyword用错了 那查不到 就等等这样 所以我现在先开始这样做 我们在高等教育当中 最近在声令比较大的 大家比较常常谈的 有哪些keyword 你觉得有哪些呢 创新 创新还有什么 干嘛 你们又不是考试 又不是考联考 你什么 还有什么 共学 你马上会进入状况 还有什么 智慧 智慧 连英文也搞智慧 好 还有什么 设计 设计 还有什么 跨界 跨界 还有什么 跨领域 什么 跨领域 跨领域 我听什么跨域 跨领域是吧 还有什么 跨界跨领域 还有什么 合作 合作 能听这些 还有什么 斜杠 蛤 斜杠 什么 斜杠 哦 斜杠 我也是说比较 你看我老年纪大的听 斜杠还有什么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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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匀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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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我这耳朵这样听的时候常常 人家以为我讲小话其实不是 我真的年纪大以后听到 一音都变成两个事情 虚拟还什么 你们很好玩 虚拟还什么 你们要去那边干嘛 我们现在不讲接地气吗 在地化什么之后还什么 玩 玩 去玩 对 对对对 你们叫fun workshop 没有 我在讲这些key word 你把它综合起来 其实也是在讲高等教育当中 这么多的新的名词的出现 也教学方法的出现 包括你们刚刚没有提到 像服务学习 像那个什么叫做创业创新 解决社会的问题 社会创业等等 我们还有很多 除了跨离一块什么以外 还有是说 刚刚讲出走 其实出走就是离开你 教育的范畴 不止现在校园 不止在教室里面 你要到现场 有一种叫做现场 什么体验等等 还有中东西来叫做学习走中心 这一个工作方其实就是把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做一个设计一个很好的一个为课程 来达到把这些综合在里面 所以最后就是这样情形 比如说它第一个是学习走中心 同学们要参与 同学们要亲自去体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一定现在讲说 你一定不仅是国际化 你还要在地化 在地化就是你不是只有在高雄 高雄要走出去 当然高雄已经可以上一个国家了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 那结果你走出去 走到别的地方去 那你不是只有在这个水泥地当中 你还有海洋 还有很多地方 可是在你们这边海洋 是一个游乐的地方 不是在生活的地方 像那个敖鱼 敖骨的是哪一位 泥跟水 敖骨那个地方就不是了 它不是像这个地方 对不对 它是等等这样 还有那个在花莲 也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场合 所以即使是山海的 还是不一样的 把综合起来变成这样一个课程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现在的学生 我不敢替学生讲话 但是我知道说 他们很希望能够动手做 能够参与 能够实际上去从做中学 从去观察中学 从这个讨论中 合作中讨论中学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这个课程我是给予很多的 怎么讲 按赞的话 按很多赞 我平常不按赞 但是我今天用嘴巴按赞 等等这样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参与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因为在 我稍微讲一下 我在政大 在从2004年 开始为政大的EMBA 有200多人 每年有200多人 我为他们做 四天三夜的密集的 领导团队的课程 也就是作为一个EMBA的人 他一定是领导 他一定是团队 他要领导团队 他组成团队 那我整个概念就是 从这个地方刚才讲那个 他们是从上了 上了这个 到了火车站 开始就是活动 一个仪式 然后在上了火车的时候 他们要是互相介绍 安排了就是两个 有问题给他们 两个就变成四个 那四个都越来越多 然后到了那边 他们要这一班的人 要告诉我你们的履历是什么 我们个人都有履历 对不对 那团体有没有履历 比如说中山大学的同学 大部分的在哪里 同学 南部比较多 像台大有一半以上 是来到我住的附近 就是大安区 他就 你就知道马上这样了 但是现在 各系所的性别比例 现在越来越近 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我到韩国去 这个差异的是 他们外文系 觉得男生多于女生 在台湾都是女生 多于男生 对不对 它是每一个地方 都有它团体的 那个履历表 里面要提的东西 还有性格 还有嗜好 都有不一样 我大概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让他们 就做团体的履历 然后大家非常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们这一班 是长得怎么样 之后开始有个生命故事 那就是15个人一组 每一个组 有一个老师 他们在讲他们的生命故事 讲他们生命故事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写说 吴老师一定有问题 因为他为什么 老师要叫我们哭 其实我们也要他们哭 讲生命故事 台湾的人讲生命故事 都讲悲哀的 悲情 我们是悲情 悲情国家 就讲悲哀的事情 所以你讲悲哀就会哭 大概一系列这样的活动 还有很多领导等等的活动 大概这个意思 也就是跟这个很类似的 你离开自己舒适的圈 那就走到外面去 那走外面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团队 然后大家以你为中心 所以上课的老师 其实他讲话不多 都不多 都是一个活动 设计好了以后 他们字典会动 动了以后 讲到另外活动 只要当天转接的时候 能够抓得到就可以了 那他们大概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认为说 他们的记忆最深刻 就这门课 那因为很快的就团队就组成 所以很多人就合作 合作成立一个公司等等 他们之间有没有恋爱 或者移情别恋 我不知道 因为这事情我不关心 因为这是他们大人 自己会解决 你知道意思吗 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最好能够像 贝佐斯的太太 可能拿到这么多的钱 不然的话 我就不管 我想就是我 我直接说明说 这个课是把所有现在高等教育 大家在流行的一些新的做法 新的教学方法 怎么样设计这么一个微课程 来把它整合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谢谢各位 谢谢你们在实际上在运作的人 谢谢